新北市一名男子在社群网站上看到了借贷广告 不宜有他打了电话 没想到因此遭到了诈骗集团盯上 对方要求男子带提款卡存折到指定的地点 却是将人囚禁领略 不过因为男子的身材相当壮硕 他成功地抵挡四名嫌犯的攻击 趁乱打电话给好友求救 警方互报赶到现场将嫌犯通通逮捕 匿名提醒魁梧的男子要借贷 跟着联络人准备前往一栋公寓 没想到羊入虎口一抵达目的地就被囚禁凝虐 只是这名男子体重破白提心壮硕 眼看对方有四人他不怕一打四 还趁机打电话给朋友求救 警方赶到现场攻坚救援 警方可以上 警察到我刚才讲说我出事情 四名被警方压制的诈骗集团小弟 想打电话求救 壮硕的被害人获救 但满屋子充满刺鼻辣椒水 你待会等我等下可能去警察局 是在那边辣椒水 被害人留性男子因缺钱用 看到社群网路上有借贷广告 不宜有他依对方要求 攜带存折提款卡赴约 没想到被拐到公寓内囚禁 四名扼煞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还拿出电极棒攻击乱喷辣椒水 甚至想拿药物让被害人丧失抵抗能力 却没想到壮硕的被害人以体型优势以一打四 双方僵持20多分钟 被害人因为体型比较重硕 没有被他们所控制 在现场跟他们产生对峙 他们的体型都比我瘦小 他们也蛮狼狈的 很疲惫这样没办法压制 警方调查发现诈骗集团 六月就租下新北英各的这间公寓 当据点已不是头一回犯案 这回遇到被害人的壮硕体型 扼煞呼不住 前媒到手 四名小弟连同幕后主使者 一共五个人统统被逮进警局 记得周总理马盛杰新北市报导